來我們的外部以及我們的黃族委員一起陪同 各位敬愛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各位敬愛的新北鄉親大家安安 大家好 明年1月的選舉 決定了中華民國的存亡 決定了年輕人要不要上戰場 決定了中華民國的人民要不要這樣專制 腐敗 霸道 欺負人民的民進黨 特地下台對不對 看看現在選舉的情勢 民進黨已經掌握了媒體 民進黨掌握了司法 民進黨掌握了國家一切的機器 民進黨掌握了最大的資源 民進黨掌握了最大的外援 今天我們要打贏這場仗 我必須沉重的說 我們一定要團結一條心 才能夠打贏這場選舉對不對 這一次的選舉 我們不但要贏得總統的大勝 更要贏得立法委員的過半對不對 所以這場選戰 第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主題 我們必須要團結 總統的選舉 我們要團結所有在野的力量好不好 好 所有有意參選的人好不好 好 放下一己之私 放下一黨之私 把總統贏回來好不好 立法委員的選舉 更難 各位知道 在新北市 民進黨的席次 是超過我們的 到了南部 民進黨的立委席次 更是戰變了天下 綠油油的一片 國民黨在這種沒有資源 又受到迫害的狀況之下 我們想要贏得這場選舉 我們所有的立法委員 需要大家的支持 各位 不管你在哪裡 大家一條心好不好 好 好 大家要做犧牲好不好 好 大家在哪裡 我們要記得一件事 要讓我們的年輕人 不要想上場好不好 好 我跟各位說 我們中華民國 就在此意 大家要牢記 大家要牢記 一起團結 一起努力 逃勝 啦啦啦啦啦 自己講也知道 啦啦啦啦啦啦! 你在哪